美国国税局提醒,在大多数情况下,个人应在传统个人退休金账户收到分配的当年纳税,但也有一些例外。 比如,合格的慈善分配是少数的例外之一。 主要原因是,合格慈善分配是AERA受托人直接向有资格获得可扣税捐款机构进行的非应税分配。 换句话说,进行合格慈善分配可以让纳税人在支持自己选择的合格慈善机构的同时减少其应税收入从而受益。 此外,纳税人也不必担心使用合格慈善分配来满足标准扣除或逐项扣除。 美国国税局还呼吁观众,进行合格慈善分配的纳税人在分配当天必须年满70岁半,合格慈善分配才会计入规定的最低提领额。 至于合格慈善分配的金额,不能超过将算作收入的分配金额,且要将合格慈善分配申报为收入,从而申请慈善捐赠扣除。 观众还要注意,合格慈善分配的最高年度豁免额为10万美元。 提交联合税表时,配偶也可以拥有合格慈善分配最高豁免额,同样也是10万美元。 且任何超过10万美元豁免限额的合格慈善分配,都跟任何其他分配一样,必须算作收入。 观众查询更多详情,请上美国国税局官网。 东森新闻团队洛杉矶报道。